一個星期有過去,繼續上一集的內容 我們上次就介紹到潛行類的作品 今次打頭陣的就是歐美RPG 不過可惜每一款是可以拍拍拍的 雖然我一向都是偏反對星空的人 不過以太空作為背景的他 本身擁有著豐富的任務之線 玩家都要在不同的解決方法做抉擇 而且你亦都可以跟你的愛選 在宇宙的不同星球發掘不同的秘密 是很耐玩,遊戲內容很豐富的RPG作品 雖然在有些地方的設計思維比較落後 但在星空裡面你都可以感受到 人類在外太空是多麼渺小 之所以不特別推介Fall 4、上姑卷軸5 就是因為你在星空已經可以感受到 目前最先進、最不錯的BRPG 但如果你說我想要那種是奇幻類 而不是硬科學類的RPG 不用怕,Game Pass有上姑卷軸 不過先說明 這隻作品的遊戲系統比較舊 劇情和戰鬥手法亦因為這樣而受到限制 不過就算他給不到你最頂尖的特效 但他的故事內容自推出到現在為止 已經是歷史級別那麼豐富和多元化 有打破魔神的陰謀,有跟古龍戰鬥 有探索機械之城 然後竟然又要再次回到挑戰魔神 不過這次不是一位,是三位魔神 基本上你想得到的奇幻冒險要素 ESO都有相對應的故事、任務和地區 他作為Online的各一部分 例如地城PVE的副本 PVP競技場 技能架頭等等都相當成熟 玩家人數是比以前少了很多 但仍然都有一班熱愛遊戲的社群在 不過我會推介的原因是因為你當它是單機遊戲都可以 你自己一個人可以玩完全部的主線和DLC劇情任務都是可以的 而且現在已經有簡體的中文 方便大家了解它複雜的劇情 如果你嫌星空太認真 ESO在內容量方面又太沉重 我們Game Pass還有王牌的天外世界 同樣都是太空 不過天外世界更加集中在有限的星球 嚴格來說是地區 輸入更多有趣的人同事 對白更加幽默和暴走 而且是接近無筆 作為BRPG的近親始終不是B社自己弄 它保留了BRPG應該有的內容深度和選擇分支 但在同伴和幽默的設計方面 更進一步更加放開手去做出自己奔放的風格 玩起來大部份時間都是很歡樂 但又有少少的悲傷 是越玩越開心 越玩越上癮的典範 不過始終是當年試水溫的作品 所以角色育成和戰鬥方面就不算特別出色 只可以算是合格 跟星空相比算是各有優劣的二選一 想最新的玩星空 但想最開心的就玩天外世界 歐美RPG講完 那又怎麼少得JRPG呢 雖然天下第一的女神二汶六五 王家版已經落了架 但同樣都是好評如潮的PVP和P4G 都仍然在Game Pass裡面 那作為女神二汶六 當然自帶潮到出水的美術風格和音樂 每個同伴的人切、故事、魅力都花了很多心機和時間去描寫 亦都改變了平時要分配時間做不同事的日常玩法 可以說是JRPG的一大經典系列 不過戰鬥第三和第四集就未好像第五集那麼突出 畫面因為是移植版所以都不是很漂亮 那大家可以先玩第四代 然後到二月份三代的真正重製版 Day One Game Pass的時候才玩第三代都OK 因為每一集的作品都沒有直接的連繫 那作為JRPG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人切 如果女神二汶六是潮的話 那接下來的符文攻防就是可愛 符文攻防四基本上就是木場物語的儀式版 需要地上的探險、管理王國、栽種農作物、結婚生仔等等 不過在這裡是純粹提及有符文攻防系列的意思 但我不特別推介 因為移植版的畫質是真的有點突破天際 而另一個JRPG最重要的就是同伴 人中之龍七雖然由動作玩法變成回合制 令不少粉絲爆炸 同時劇情亦都偏向老土一些 不過春日那班人的同伴情意都是營造得很深刻的 而作為RPG的部分 雖然因為難度過低而失色不少 但春日他們可以換不同的職業 在戰鬥中用到一些惡搞又實用的職業招式 加上春日又沒有同伴一個傳奇的色彩 比較地蹲的他反而可能會給玩家一種另類的親切感 加上人龍七本身就有大量的小遊戲、芝算、劇情動畫表現都是頂尖 亦都跟前續的關係不算特別大 所以系列的新手是可以直接入坑的 而且想回頭以現代作為舞台的RPG好像真是多罕見 接下來要介紹的就是近年動作遊戲的一大熱潮 雲系作品 今年剛剛好Game Pass都新增了兩款不錯的雲系作品 一款在惡龍蒼天穩樂 以前大家在真三角無雙虐待的雀仔虐待得有多開心 現在在惡龍蒼天穩樂就十倍奉還給大家了 畫面和動畫過場就一般 但系統的風格和同廠的人王一物相成 故事上角色的動機描寫是缺乏不少評論都指出這遊戲有拆裝地獄的傾向 但就算是這樣 它化解不同敵人招式的動畫都頂尖 三角加上雲系的愛好者都是可以試試這款作品 不過近年雲系遊戲雖然受惠於Elden Ring而普及 但普遍難度和挑戰性都比以前低了不少 如果你追尋的是傳統Hardcore的雲系體驗 那你就一定要去征服Lights of Peace這款作品 傳統雲系各種陰人的衣冠 沒有固定套路可言的BOSS設計方向 招架和閃避都可以的戰鬥方式 通通都是雲系最早期最有挑戰性的元素 這些全部都在Lights of Peace裡面可以找到 而且這款作品亦都加入了一些變咒 雖然謊言系統就沒有預期那麼有影響力 但將武器分開刀刃和握把兩部分 從而演變出不同攻擊節奏 速度和戰技的萬千組合 是一個很出色的設計 整體來說就是雲系老手專屬的作品 未已登場的就是我們最大的遊戲組類動作遊戲 這部份入門級的玩家可以玩一下刺客教條奧德塞 這個是刺客三部曲最好的一款作品 同時在古希臘美景之下 駕駛、戰船、遊歷和精戰不同的小島 成為一代傳奇傭兵這個過程都是很圓滿 不過當然也會有UB式開放世界的味道 但刺客這麼大的IP很多人都可能玩過 所以想順便推介同樣都是UB式開放世界 但以神話作為背景的分離黑師傳說 除了可以以各種想像不到的情景看到不同的神之外 更加會有一些像雷沙達的解謎玩法都挺有趣的 梁子烈恆這款嚴格上不是純的動作遊戲 私心推介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劇情和設定 梁子烈恆說的是一個為了阻止時間即將終止 而跨越不同時間的一個循環過程 作為Ramedy的出品 時間相關的特效好出色 戰鬥技能用起來都挺爽 故事也是不錯的水平 不過基本上就不會有續集的意思 而跟梁子烈恆一樣 瘟疫傳說《安雲曲》雖然有我們的頭石鎖戰神 但他作為遊戲在動作層面方面就不算很突出 推介他的原因同樣都是因為他的劇情 氣氛營造都是很出眾 兩者大在和瘟疫相連的命運之下互相扶持 突破一個又一個難關之後 等待他們往往都是更大的絕望 但就算是這樣 這款作品也是充分給玩家人性的光輝 生命的希望 是一款不可以不玩的劇情向作品 震慎推介 那如果你喜歡共鬥類的動作遊戲 傳奇IP 亦都已經登錄了 Game Pass Mone Hun就不用怎麼介紹了 你有好幾個朋友一起新加入Xbox生態圈的話 一起玩4K 60fps版的Mone HunWise 那就最適合了 因為Mone Hun真的太出名太多人玩了 我真正想推介給大家的 是一款剛剛上Game Pass的變種狩獵遊戲 狂野之心 它跟Mone Hun一樣都是以狩獵怪物作為主體玩法 但風格是很不同 武器上面有很多生命的設計和機制 例如可以以格檔累積更多連擊數的山欣 又例如像阿卡里加上立體機動裝置的飛燕刃 每一把武器玩上手都是好玩又實用 兼具操作和可以發展的上限 裝備技能亦有好好附作武器的玩法 這隻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 用石頭貧空變出不同木造機關的落操系統 可以兌現到不同BOSS的特殊攻擊 以及作為不同攻擊的展開手段 雖然要再打磨一下 但絕對是一個有潛力的系統 為平時的戰鬥加上額外改變戰場的手段 而重點之一的怪物 化獸 每一隻化獸的和風設計都很霸氣 但動作就一般般 變種怪的強度就有起伏不定 有時好認有時好廢 推出的時候Hitbox的判定都有點奇怪 不過整體都是很有潛力 免費更新亦都很密集的狩獵遊戲 值得大家試一下 最後的最後當然就是日系遊戲 但數數一下 值得推介的日系真的不少 所以這部份就簡要一點 日系文字冒險的經典IP 當然就是那個 EI的男人 逆轉裁判 成報堂 三部曲的合集 經典的法庭嘴炮神作 當然要回味 不過唯一可惜就是中文綁定了中文的語音 而木場物語當然也是經典的日系作品 而今次這款重聚抗石陣更加以當年GBA版的抗石陣伙伴們作為完全的重製 讓大家以全新3D模組和更高的畫質 重新體驗種植農作物和村民交流 參加不同節日 竟然木場的每一天 不過近年日系最大的IP之一 相信人中之龍絕對是會在名單之內 人中之龍很多集都在Gamepass裡面 但個人最推介 果然都是見證傳奇起點的人中之龍0 以及關東關西雙龍會的人中之龍極2 兩款作品的劇情表現都是系列數一數二頂尖 不過要講到最根本的推介原因 就是因為兩集都有系列最好玩的小遊戲 夜總會經營 大家不要誤會 不是夜總會小姐好美 而是帶領夜總會賺錢 成為夜之帝王的過程 真是好玩到完全停不到 那講起人中之龍 最近宣誌Day1登陸Gamepass的人中之龍七外傳 英雄無名也是不可以無視的名作來的 無論是小遊戲的豐富度 夜總會真人化玩法的質素 拳拳到肉的戰鬥打擊感 惡搞又有挑戰性的鬥技場等等 但都展示出閘人中之龍系列大成於一身的功力在哪裏 現在在Steam上獲得壓倒性的好評 故事方面 人中之龍七外傳的門檻有點高 需要先玩了人中之龍前一至六集的閘數 才可以感受到人中之龍七外傳結局的那種感動 但亦正因為經歷過一至六集 給到同身一馬作為黑道的終點的那一個結局 才這麼有重量 雖然話說是外傳 但感受到人龍團隊在這隻作品 是放了跟正傳一樣的心理去製作和宣傳 玩完之後是真的會令人有心期待第八集 同時經歷了不同人事變動的人龍團隊 亦都透過這隻作品一口氣證明他們和人龍這個IP 是值得繼續存在的 所以人中之龍七外傳英雄無名 就是我最後推介給大家的作品 以上就是今期的影片的全部內容 之後那兩段影片就會介紹一些小型和獨立的傑作給大家 如果你都喜歡這種形式的分享 那記得come on like and share我的影片 亦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場才看 那今期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就這樣 拜拜 就這樣看 感谢观看